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比方说他写到怀音后离传的时候 怀音后我们大家知道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大家回去把怀音后离传可以好好看看 我们是不是用到王立先生的古代汉语 书发了吧 书发了没有 王立先生的古代汉语四本的语言选 那里面有怀音后离传选的 大家可以看看 怀音后离传里面一上来就是三个故事 一个是韩信少年的时候 他经常没地方吃饭 到哪里去吃饭 到他一个朋友家里去吃饭 这个朋友和那两夫妻被韩信吃饭吃烦了 他来了个沉吹肉食 沉吹肉食是什么意思 我们从字面上来解释 就是早上很早就把饭烧起来 这个肉就是我们睡觉的草垫子 有些人说在草垫子上睡觉还没起来 就把饭吃掉了 有些人说若食把这个饭盖起来 不让韩信知道 韩信来了坐着他就跟他聊天 不讲吃饭的事情 韩信来了两三次他就知道了 这个朋友不够义气 他讨厌我了 以后不来了 韩信后来坐了处王以后 他把这个朋友叫来 你这个人有死无中 我怎么样怎么样 大家看看怀音后来转 这是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韩信后来没饭吃 他想了个办法跑哪里去啊 看到一群老太婆 年龄大一点的女子啊 在水边晚纱洗衣服 对不对啊 那么他去坐着他边上钓鱼 读书 老太婆可以吃饭了 看看这个年轻人没饭吃可怜他 经常分给他一点吃吃 女人就心善良一点 这个小青年 哎呀看到太饿了 给他分一点吃 这是第二个事情 第三个事情 是韩信 韩信你不要看看他尽管没钱 他自制分子的价值还是要摆的 那个时候自制分子我们今天就叫士吧 士吧 这个士的价值要摆的 代表士的有一个身份的象征是什么呢 陪把剑 剑 走到哪里都把剑 刮啦刮啦一把剑 韩信每天在街上走 这把剑是不肯离生的 我是有身份的 有自制分子的人 我跟你们不一样 碰到一个杀猪的 一个屠夫 一个少年 个子很大 力气很大 很满狠的人 你这个宝贝 天天个子那么高大 每天陪了把剑在街上哗啦哗啦走 到底什么东西你是 你陪了把剑 你敢跟我斗吗 我就用撒猪的刀子 你把剑拔出来 我们在这里斗一番 如果你不敢跟我斗 你不是一个勇士 你从我裤装下面转过去 这个典故大家很熟悉了 是不是 后来韩信司马迁的《死记》里怎么写 说事良久 定了他看 看了好长时间 韩信的思想在这里斗争 要不要跟他打 打肯定打他不顾 他天天吃弱的 屠户啊 我稀饭都喝不饱 哪里有力气给他打 说不定 现在 世界上有些国家还进行戈斗 是吧 为了爱情 为了什么 戈斗 是不是啊 普希经元为了戈斗 怎么样 对不对啊 古代我估计两汉的时候也可以戈斗 讲好 我们两个比剑 比刀 死了之后 不负责任 韩信想 我死在你手里 我不太冤了 好 钻就钻吧 韩信弯下 绣腰来 从那个人的裤装下面钻过去了 满街人都笑他 这个人 但是后来韩信后来做了处网了 他记得这个事情 找到了那个人 那个人吓得要死 这像是褚王要把我抓去杀掉了 以前我叫他钻我裤裆 韩信气量还是很大的 叫那个人给他做一个中卫 中卫什么呢 我推测呢 就是给他做那个门房的 管门房的一个警卫官 这个人估计力气也是有的 无意也是有的 样子也蛮像的 以前我钻过你裤裆 我嫉妒这个事情 我和你发愤图抢 我今天做了褚王了 你给我看门吧 看门吧 人家也会说的 看门的人 以前就是误了过韩信的人 韩信还是不错的 韩信这个人还是资人图报的 那个嫖母 就是刚才吃饭的 他还送给他三千斤 对不对啊 所以这种事情 我估计肯定没有史料里面记载 用的是什么 司马迁去古怀音后的家乡 这个就是谢 这个就是谢 就是司马迁在到韩信家乡采访的时候 当地人告诉他 韩信有这么三个传说 还有第四个传说 在《怀音和黎传》里也讲到了 这是司马迁最后的太师公约里面讲到的 就是韩信葬母亲 他尽管他没钱 但是他把韩信的母亲 他把母亲撞到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 高旷的地方 就是说 下面可以以后做一个很大的祭拜的台子 和一支万户 韩信从小他的志向就是做王 所以你封他做怀音后 他最不高兴了 楚王齐王他都可以 他的目的也不是皇帝 他希望能够分分给他一块土地 由他来做主 当然这个跟刘邦的思想是矛盾的 刘邦希望你能够老老是给我做一个猴 我是允许的 但最后还是把他杀掉了 我估计这四个是谢 他取成谢 对不对 还有《怀音和黎传》里面还讲到了 韩信为什么被杀 为什么被杀呢 说当时有个将军叫陈熙 陈熙出门打仗之前 说去子前跟韩信在庭中有一段对话 韩信怎么说 陈熙怎么说 韩信怎么说 陈熙怎么说 陈熙怎么说 胡龙胡蟹这段对话 我们反问一句 你们都有朋友 有时候两个人的对话 边上没有人最长 第三个写书的人怎么知道 是不是 你说知道吧 韩信跟陈熙两个是悄悄讲的话 怎么知道 司马迁怎么知道 司马迁 司马迁肯定的言之有据的 我告诉大家 司马迁这段材料是操累的 从哪儿操累 从法院里面的判决书里面操累的 对不对 大家去看看怀银猴的一传 为什么韩信这样子的K过元逊 被呂猴杀掉了 对天下人要一个交代 是不是 你说国家建立了 刘邦当了皇帝 萧河当了贼相 怀银猴 比方说原来是齐王 后来变成楚王 那么刘邦说取消 不是刘邦的人不能封王取消了 也可以 这都说得过去 封盖他一个猴 并将封他做家乡的猴 这很好 这没什么不好 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皇帝对天下都交代了过去 但最后把他杀掉了 还灭了他三种 把他全家老少 老婆家里人 把他母亲家里人全部杀光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案件 案件要一个判决书 你知道吧 要一个判决书 对天下人要一个交代 皇帝要讲究自己威信的 你看 吕后杀韩信的时候 刘邦是不对场的 刘邦出去了 刘邦后来回来了以后 刘邦的退度怎么样 刘邦告诉他 我已经把他杀掉了 刘邦是窃喜窃脸子 喜很高兴 为什么呢 韩信到底杀掉了 我刘邦年纪已经很大了 我活不了几岁了 我还正常受苦伤 我要死了 我儿子肯定 我可以驾驭韩信 我儿子肯定驾驭不住韩信 杀掉好 好 但是又可怜他 哎呀 这样一个人 你从这四个字道中可以看得出来 窃喜窃脸子 又可怜他 又很高兴 又很高兴又可怜他 从可怜他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司马迁的变方字写得非常好的 韩信是没有罪的 没有罪的 是不是啊 如果真的他造反 你要可怜他干什么 皇帝是不是啊 可怜他 他会拧了那么大的功劳 最后不但他自己杀掉 把他骗到宫廷里把他杀掉 最后还把他家里人杀得精光 把他亲切都杀得精光 这个讲究老实话 刘邦都觉得太残忍了 这吕后真的是非常残忍的一个人 吕后比刘邦厉害多了 我们还从旁边一个例子可以来说明一个事情 彭越 彭越刘邦不想杀他 想把他送到远远的地方去 他的功劳仅次于韩信的一个人 韩信打伤了很多地方 第二个功劳最大就是彭越 彭越奉为梁王 皇帝也把他免掉了 这是刘邦干的事情 刘邦把他免掉了 又把他送到四川去 因为四川这个地方送进去了以后 你不太出得来 汉朝把犯罪人都送到四川去 四川山里跟你监管着 你住在那个地方 彭越在到贬州地区的时候 碰到了呂后 他说呂后我真是冤枉 我那个事情跟我没什么关系的了 现在皇帝要把我送到四川去关起来 呂后怎么说 皇帝怎么好怎么干 你彭越功劳那么大 你跟我回去 跟我回去 彭越高兴死了 这个老太婆还帮我讲话 我以后到底以前救过他 没想到呂后跟刘邦讲 你怎么好把彭越这样子处理 四川是什么地方 四川这个地方 你以前就是这个地方发家的 以后他到了四川也发动起义 你死了 谁能够挡得住他 领帮一听 是这样子 他们马上挪着了很多罪名 最后把彭越临死处死 还把他倒成肉酱 倒成肉酱之后烧起来 给每个诸侯都送一碗 你是什么诸侯 送一碗 这是模反的彭越的肉酱 当着死者的面 要把他吃下去 吃了还要说好吃 很残忍的 你说彭越有什么罪 也没什么罪 对不对 也没什么罪 我们可以推向出来 韩信也没什么罪 没造反 没造反 他们无非就是功劳太大了 皇帝觉得很忌讳他 那么我又讲回到怀音和立传 他那一段话 他跟陈希的对话从哪来 就是韩信被杀了以后 家里被迷了以后 皇帝发布的一个法院的公告 对天下的人有交代的一个文章 司马迁整片东西把它搬到实际里面 他搬得不入横尽 那么我们给我们后人研究 提供了很多资料 所以我们经历到司马迁的时候 里面我们经常会想 他这段文字是哪里来的 司马迁52万多字 包含了很多的文献 收集系列的文献资料 不完全是他个人写的 不完全是他写的 所以我们说 这个就是文 他的判却书里面的文字资料 把它整个收进去 整个收进去 所以我们经历读 死记一定有时候多几个脑子 想想看他的文字从哪里来的 司马迁 我这里还讲到司马迁年轻的时候 他考察了各地的社会 封上 他二十难有江淮 就是我刚才讲的 他二十几岁呢 他就到了长江淮河这一带 淮英 就是那个时候去的 因为他对韩信也很配方 韩信这个打仗 这个军事家是非常了不起的 是不是 司马迁 他考察了淮英 听到了很多资料 他都笔记记下来 就像我刚才讲的 一些传说 他就写进去了 上窥记 窥记就是我们浙江 窥记山 窥记山上面有大雨 滩雨穴 所以死记里面就谈到了雨穴 我们今天看到的大雨林 上面的雨林 那是宋队的人造的 但是历史上传说老少就有了 窥九仪 九仪就是湖南的九仪山 九仪山上有大圣的庙 佛于江湘 长江湘江 他都去过 北寿文士 讲业齐鲁子多 观孔子子一风 相寿奏夜 阿坤 翻血蓬城 这个 他孔子 关于孔子跟孟子 这个司马迁里面写的也是非常生动的 他道顾孔子的家乡 道顾孟子的家乡 我也去过 我也去过 这个大家以后啊 我们 中文系的同学啊 要讲究大家 多万卷收手 万里路 大家以后有机会啊 都去看看 看看 那个是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地方 孔夫子这个孔庙 它可以有龙的 跟天子一样有龙的 孟老夫子 活着的时候 他过得比孔子好多了 孔夫子出门的时候 牛车坐着 经常路上碰到人围攻 孟老夫子出门 那个驾驶可大了 诸侯都送给他车子 送给他钱 他还高兴起来 收你的钱 不收他的钱 你送给他钱 他还高兴起来收你的 他学生问他 孔老夫子 这个人送你钱 你为什么收 那个人送你钱 为什么不收 孔老夫子有道理的 这个人讲起来 他送给我是路费 我要收 那个人说 送给我的是什么仇金 我不收 这个是毁路 不收 他还有他的一套 大家得到孟子跟人语 大家都是可以有 非常地感慨 再看看司马迁的史记里面 关于孔子跟孟子的经历跟宋品 大家都可以好好讲 好好看看 奏烟就是孟子的家乡 故梁楚已归 故梁楚已归 那些地方 他都去看过 无处切骨子乱的地方 他也去过 那么回来以后 他四位郎中 他开始进入朝廷里面 郎中一般子弟官 这朝廷做官的人子弟 他进了去 一般都让你做郎中 他最后呢 他最后呢 后来又逢寺西镇 八岁以南 南略 龚作昆明 他都去过 司马下路的家乡都去过 所以他什么事情他都知道 他后来呢 他又四重汉武帝呢 到云首 所谓云首就是天子出门啊 和地看看 封传 泰山 他都去过了 司马台没去过的 他果然都去过了 游历了更多的地方 这些舍舰活动呢 丰富了司马迁的历史姿势 和生活经验 扩大了司马迁的胸襟和眼界 更重要的是呢 他接触了广大的下层的人民 所以他的史记里面呢 写得非常真实 本来司马迁就过着这样子平稳 而有意义的生活 但是后来有一件事情呢 打乱了他的生活持续 遭李林子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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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大家知道 汉武帝 他一辈子最大的事情就是打匈奴 就是天汉两年的时候 李广的孙子李林啊 抗击匈奴 兵败投降 这个典故大家也知道 他投降了以后 李林本来带了五千步兵去打匈奴的时候 匈奴根本看他不起 匈奴人善用骑兵啊 大部队往哪里打 几个步兵过来他看不起 所以李林这个步兵是很厉害的 进入到沙漠里面之后啊 他打一个地方就打下来 打一个地方打下来 匈奴人没有认真对付他 后来一看这五千人了不得 马上调集了几万的骑兵去队伍 那李林就打不住了 后来全部打败了 打败的时候呢最后是 李林开始打的时候一个一个捷报过来 汉武帝非常高兴 但是后来一听说李林投降了以后呢 汉武帝大为震怒 那个时候汉武帝也到晚年了 他比较刚逼自拥 那么当时召集朝廷里的商量 朝廷里大部分都是马屁精 大家都可以骂李林 李林这个人啊 怎么怎么怎么 这个投降的不好 司马迁呢 汉武帝叫他讲讲看法的时候 司马迁呢帮李林讲话 他说李林投降啊 大概意思呢 说有无奈 没办法 那么他以后呢 估计他现在是假投降 那么以后呢 他会想办法来报答汉朝的朝廷 我们大家知道 古代我们佣兵的话 你一个将军带多少人出去的话 这里面都代表了国家的力量 你假如打赢了 会撒奖赏你 你假如全部人带回来 没有什么损伤的话 他有时候也不给功劳 也不给顾 但是你损失了部队 那是要处分的 处分的 这个 他五千人带出去 全军全军覆没了 逃回了几个人 那么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 那汉武帝觉得这个呢 一定要严厉处分 他认为司马迁这个立场观点不对的 帮李林讲话 他提出了要严厉的处罚李林 并且他认为什么呢 认为司马迁这个是介意打 跟李林同时出军的二司将军李广利 司马 汉武帝这一辈子用过几个将军 我们大家知道的 一个叫魏清 知道吧 是他魏子夫的兄弟 还有一个是他的外甥获屈病 是不是啊 这两个知道 第三个恐怕很多人不太知道 汉武帝非常宠心的一个女人叫李夫人 非常漂亮的 就是那个死了之后 不肯把头露出来给汉武帝看的那个李夫人 李夫人的兄弟 汉武帝也是非常重姓 她名字叫李广利 也让她带兵出去打仗 以前的皇帝最相信的什么人带兵 一支大部队最交给谁最好 交给兄弟最不能交 为什么 兄弟可以跟自己争皇帝位置的 我是皇帝 你兄弟有了兵子把我打掉 你也可以宣布你是皇帝 是不是啊 那不行 交给普通人 担心啊 你万一这个部队带带跑掉了 到敌人那里去了 也不行 最好的就是交给自己老婆的 自己女人的哥哥弟弟 那最放心的 最放心的 所以你想一直到汉朝末年都这样子 什么侯敬啊 对不对啊 大家知道三国演义就是因为侯敬而起 三国子乱 侯敬要杀宦官撒不了 听了元少的话 以后从西洋抓一个董哥敬来杀 天晓得这种事情 侯敬什么人 侯敬是卖猪弱的 人大跟五大三出 像个将军的样子 他就是因为侯皇后的兄弟 是不是 才做了 都是这样子 他这个叫后妻 就是皇帝的亲妻 他是皇帝最信任的 所以这个李广丽呢 汉武帝也是在培养他 希望他立功 当时就是用李广丽做总司令 李林觉得不舒服 你叫我做其他的我不舒服 你给我一支部队吧 我出偏事 我自己去打去 所以后来皇帝同意了他的要求 李林 攻击我的小舅子呢 他这是汉武帝最不愿意的 最生气的 他就抓 他就把司马迁打批一顿 最后判了他 把他关到监狱里去了 关到监狱里去了 这个罪是很大的 最后判下来 因为皇帝震怒了 并且你是帮叛徒讲话 你自己也是叛徒 那么就判死刑 但这个死刑呢 估计不是守无不收的死刑 它是可以拿钱去买的 你像那个张迁通希悦的张迁 他也曾经犯了错误 也判刑了 后来出了五十万钱以后 也把他辞掉了 后来关注的恢复了 那么司马迁那个时候 他后来写了一封信 给他一个朋友仁安 这个仁安呢 我们以后再讲 仁安的信里面 他讲到了 我关在监狱里的时候 平时很多人跟我是很要好的 因为我在朝廷里做官 那个时候他说 我真希望有个人出来帮助我 但是始终没有人出来帮助我 那个时候 如果出来几个人帮助他 凑一笔钱给他的话 他这个罪就可以学掉了 但是没有啊 所以司马迁你看看死记里面 他后来写了很多下层的人 写了游侠的一传 那种游侠都是一支万金 都是很大方的 为朋友讲义气 两类插刀 最数不辞的那些人 所以这个就是司马迁的心里的一个想法 他对那些真正讲义气的朋友啊 他是非常的看重 非常的看重 司马迁那个时候就没有碰到这样的人 我有困难的时候也可以给他逃掉了 我现在做了中书令了 我造了公行做了中书令了 你想仁安又给我写信 希望我在皇帝面前帮你说好话 给你升官给你发誠 我司马迁就不敢这个事情了 所以他写了封信 所以司马迁今天留下的著作 除了死记以外 还有一封报仁安书 就是给仁安的回信 现在保留下来 这是研究司马迁生平和思想的一篇重要的文献 我们这个作品选里有的 大家有时候也可以看看 那么司马迁最后没有办法 因为当时判了死刑的人 像司马迁这种情况 还可以选择另外一种刑法 就是公刑 把男人的生之气去掉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变性手续 今天我们很多男人头发奇想 心想做女人 前几年网上读得不得了 现在好像不太有了 不太有了 要做这个 现在要花很多钱很多人去做这个 但司马迁那个时候是无法的 最后选择了 他为了把自己的死记写完 最后选择了公刑 公刑 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他自己解释 怎么说呢 他说 居而远周夜 终离鄂尔做春秋 缺缘放着 南福里朝走秋盛名 最有国词 国语 因此 他说 我选择了这一种 但是 我心里是很难过的 每念诗词 汉未尚 不发背 沾一 因此 他的死记 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写完的 司马迁的一辈子 他死的哪一年 不知道 但是司马迁 大概 他的一辈子 是跟汉武帝相似中的 他的年龄 什么都跟汉武帝大约 比较接近 我先觉得 他承诺 他承诺